那么坏 你看他里面有很多外交电报的一些分析啊什么 还挺靠谱的 你看那个尼克森回忆录啊 基辛格回忆录啊 其实他们都有类似的 只是这是这么大秘籍的 然后各国很多大的都牵涉到了 让人家很吃惊 而且他是从网络那边传过来 这个本身 我上次在电视上看见 我就觉得我都是个外国人了算是 我都觉得触目惊心了 好家伙我觉得现在的科技也这么发达 这个直升飞机上面的作战的这个录像 那真叫清清楚楚 原原本本 包括我是在一个外国电视上看 但是他底下大体我英语听得出来 就完全是这帮人要不要炸了他 炸了他炸了他炸了他 就框了一下 感觉然后机枪就巴巴巴巴巴 打趴一下 你说这玩意儿看见之后 这国家微信呢 但其实可能你比如拿这个战产场面 真正的战产它就是这样 就不管是哪个国家什么也行 他战产都是这样 不外乎给 就当一个最真实的呈现的残酷性在里面 你看他西方的人对于场面接见 还有很多细节的描绘 你比如说基辛格或者尼克松 你当年看他那回忆录 比如说他接见毛和粥的时候 怎么握手 毛手颤抖 说一些话 他都有很详细的描绘 这维基解密 你看他对世界领袖的很多的细节 其实都一脉相传的 只是这次呢 他通过阿桑奇这么搞出来 让大家通通一次过看个购物 你说这个像今天你看这次那个谁 那个温家宝总理就访问印度嘛 就拿印度和他印度总理这个这个 这个俩人就握手 这个让印度抱着就解读 其实是俩人握了半天手 然后印度总理要转身 结果棒 他一天都拍下来 印度总理的这个脚啊 一个脚是朝外卖 总理是这样的 他就说其实呢 就是这个里面有解读的 就他们希望媒体非常习惯于在这个细节上来做一个解读 但要命这个细节他捕捉的那个瞬间 嗯 他选择那个系 嗯 他来进行解读 对好了 三十一行广告之后见 嗯 对呢 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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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ues 这事主要是对未来提出一个可能 就是说这个网络这一出来一个人的力量 现在我就有点感觉 现在什么密都有点保不住了 将来咱们有没有可能进入这么一个时代 就是技术上你也无法保什么密了 这次说是什么密码 256位的密码都能给破了 因为是人编的人就能够给你破了 那么将来我觉得如果真是技术上存在这个可能 就是说完全无密可保的话 我觉得对整个政治对什么一切行为 是不是都会产生影响 所以技术 我觉得首先你绝对不能依靠于技术 还依靠人 你预计管技术不如管人 你像那天我就跟一个人给我说句话 我很有感触 他说这个电脑这个东西就不可信的 当然他说的是电脑出毛病 他说你写在纸上的东西 怎么着也不会丢 电脑你写了一部小说 一部流神啪气 他说没了就没了 就这句话说没了就没了 我觉得这个电脑 你想那天一个研究这个存的 我说现有的我们这些资料 比如存在硬盘里存在哪 到底存在什么最可靠 他居然说 他说我跟你说 到现在的历史证明 存在纸上的时间还是最长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DVD 现在你还不知道 从发明它到现在 十年没有用了 十年没有 他资料十年没有用了 存在硬盘上能存多少时间 所以说这个东西意味着什么呢 就比如说 你是不是传统媒体 你得保留一个备份 其实呢 就是说这个现在信息 因为出现网络 它的这个信息的交换的频率 交速的频率 然后这个 这种的 它称指数的倍数再增加 那越是这样的 越就构成我们经常所说 网络媒体的碎片化 但信息就会出现碎片化 现在你没发现官僚系统 它越害怕网络 它把任何东西都变成保密 其实你这次维基解密 你看大部分是 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 但是它把那个保密的 急速越加越多 那个分数 那个什么都保密 让这个解密变成那种可能 我举个例子来说 这就像有些美国电影里 说的一样 假设说外星人要袭击地球末日了 那么从策略上讲 是应该政府先做好准备 再公布 还是在第一 因为你第一时间马上向全世界公布这个消息 可能这个骚乱的情况啊 会哪一个危害更大 那为什么要骚乱的 而不是那种越越越是那种的 终于是得到的 终于知道外星人 终于对着外星人 我不用外星人了 害我先去 就包括某些恐怖袭击 对吧 你政府事先得知了一个信息啊 有些信息是不是不适合向全民发布 所以其实你现在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前提条件啊 就是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 那么这种选择是事先发布 还是选择之后发布 到底这是一个政府的一个灵机相动的一个技术性问题 还是个伦理性问题 本来跟政府的类型有关 有些政府他必须得发布 有些政府可以不发布 但这两个不能绝对的看哪个好哪个坏 对是吧 都各有长短处 我就觉得这事还挺复杂 你得咱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科技是品质的源泉 责任是行致的保证 请致改变世界 三一中攻 中国人走向世界 不靠花拳秀腿 只有掌握核心 才能出手制胜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成为世界领海 好空调 格力造 精彩瞬间 地造传奇 广汽传奇 有些很容易的问题 你比方说要是咱们国家跟别的国家战争 你作战 那么你这个战争计划 你也公民知情权吗 事先权 那你怎么保密呢 这个从军政角度领域来说 应该是各国家都有个相对一致的一个做法 军事领域 他那个网狱和什么所有东西都另外一样 相对独立 但是你看你这要让我想起 就是前段应该美国的大片 大家最后就赶诺亚方舟 为什么后来政府派人就把那几个人干死了 因为知情人太多了 对 你记得吗 对 那么这个是政府的不得不得 因为没有那么多人敢上那个船 对 谁要执行谁把他弄死 谁要把他弄死 所以说明在有的特定情况下 有的政府 他可能能做是不得已而为之 他最优选子 不是 他确实是有一个伦理问题 就好比说诺亚方舟 人类要灭亡了 但是只能活十万个人 对啊 人类的技术力量只能活十万个 那么你要把消息全部发布 我估计什么诺亚方舟计划也支持不了 大家全完蛋 还是说 但是谁来选择 伦理问题呢 对公民没关系的 主要是他们应该有关系 对于那个公的一方来说 我就是希望真到真相 所以他们就不停的公 然后对公民来说呢 他们当然希望了解真相 所以呢 保密的实际上是些官员的事情 嗯 公民没有什么责任 可以这么理解吗 黄老师 您说这种不对称 其实这种动态的不动 偶尔平衡 偶尔不平衡 但不能绝对的对称 大部分情况下 那个掌握信息的人 那个权力更大一点 嗯 他们可以做的坏事更多 嗯 这是一般的常识 嗯 所以没有办法 这个真的就是信息就是权力啊 嗯 信息就是权力 这看来将来啊 就是个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的关系 嗯 就作为政府或者某些专门机构来说 他永远有保密的需求 嗯 那么就大家在这个这个什么呢 招数上 这个技术上 见高低 那你看单纯从技术来说 永远有这个公民民兵 我公民 网络技术 他永远去 就刚刚你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这是一个 另外一点就是作为人 人也不可靠 也可能有漏洞 所以你会发现这种事情 他会不断的出来 不断的层促 我估计现在美国人也在想 就咱们拿美国想 这次要不把阿桑奇给办了啊 你看着 以阿桑奇给关进去 你看试试 有好多阿桑奇 美国人这次犯纵容是什么 他应该去查谁是泄密的 他去扒阿桑奇的话 恰恰违反他的立国原则 所以他永远不能胜利 他 谁跟阿桑奇 还有李桑奇 张桑奇 都会起来的 对不对 这是一个群体 一个对政府的权力不相信 然后希望通过揭秘 来对抗的这么一个群体 那美国政府 他应该做的事情 他应该加强内部 把那个泄密的查出来 然后以后防范 这是他应该做的 好 他把套的问题提出来 然后瑞典去 通过套的问题 去把那个阿桑奇解 什么引渡啊什么 这个是很荒谱 这质量太低了 该找生活作风去了 这质量太低了 那他为什么不去找他那个内鬼 他找不着 他应该在找 但是呢 他想先把这个火头 他得给截住 他得给截住 然后这一扑了 越来越扑不灭 然后更多的阿桑奇 不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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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